大家好,今天是10月15日 回到明報BUSH賣身激的時間 和大家看看美匯指數 看看歐羅和英鎊如何走 先看見美匯指數 其實今個星期 美匯指數曾經衝上去 最高做到94.56 其實前個星期 都是94.52 你可以看到美匯指數 差不多回到200天、250天 上面的upside不是很多 說到最盡250天 都是95.48 95.048 95.048 95是阻力的 但今個星期你可以看日線 你看到今個星期衝完頂後 不能夠再上 星期三就大棍向下 現在保持反覆售壓 跌穿10天線 先看YULO 我們看到YULO同樣 在低位咬腰向上 10月12日 最低做到1.1524 彈回上來 昨天彈回上1.1625 技術面上彈回上20 但是它不是太差 它是會有機會再進一步向上 看看會不會持續 美金回軟的情況之下 而令到YULO 有很多這些細 會彈回上來 你都看到的 在周線上 YULO也落到250周 這些水平 做到之前 然後咬腰上 它已經跌了1,2,3,4,5 5個星期 今個星期 希望今天可以保持到 甚至可以再推高些 上星期的頂1.1641 過賣 很大機會看到底 然後慢慢就會 美金跌 而YULO向上 至於英鎊比較反覆 你看到它同樣也是 它在最低做到1.342 做完低位之後慢慢爬上來 昨天最高做到1.3736 就是被250天線壓絕了 看看它可不可以慢慢爬 重上250天線 繼續開展回向上 整體上 我們看到 美金開始回落的時候 它未是大跌 只不過撞完高位 不夠力跌下來 你可以看到去年的高位 亦都是大概在9月份 在9月份最高去到94.79 然後就散落 現在的美金 亦都是差不多接近這些位 它又不能夠再推上去 看看它會不會開始後市 來到第四季 美金會不會收回低一點 而令到YULO 英鎊 澳洲 紐西蘭 隨著美金回源 可以非美貨幣做好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樣 你可以考慮YULO 我覺得YULO也做得不錯 YULO做得不錯 不過比較慢一點 今個星期 亦都是在低位 咬腰向上 250周是1.156 下面的單薪指示位 不是很多 就算你現在買進去 你最多都是拿100點指 你穿1.15去退場 然後看它慢慢做上去 不錯的 這個也是OK的 不過比較慢一點 就是這樣 好嗎 今天就這樣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留言給我 拜拜